哇,你是不是看到一大堆的這個寶箱 對,沒錯,因為這時候幾乎不會有人在裡面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相信經過一個禮拜的這個 黃金史萊姆的活動 很多玩家都發現這個活動 它其實不是那麼好拿到獎勵 甚至說每一天 還不見得每一場都會有人進入到第五階段 拿到所謂的這個藍裝的箱子 或者是紅裝的箱子 那既然如此,你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有沒有什麼更有效率的玩法 會讓你拿到更多的獎勵 那我們先來分享一下 這個為什麼說我們在標題裡面打99%的玩家不知道 都玩錯方法了,為什麼? 來,我們先從這個表上來看 第一階段進入的這個人是沒有限制的 但是第二階段你可以進去的就是100個人 然後一直看到第五階段 第五階段能進去的只能有一個人 所以我們從第二階段到第五階段 這個就是1% 所以有99%的人 基本上你是浪費 浪費掉這個活動 那你可能跟一大堆人在搶這個上面的這個箱子 那最後可能是什麼都沒有拿到你就出去了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去拼這個呢? 因為你就算你是第一個進入的,你跑得最快 但你不一定會進到第五階 那我們有一個更好玩的一個方法來提供給大家 好,首先我們來看這個世界王的副本呢 呃,我們照樣打 把它打完 那打完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他們會 呃,直接傳送走 尤其現在的外掛 都已經可以自動傳送進去 打黃金史萊姆的這個活動 所以呢,大家就不要急 我們就讓這些人 不管是手動的外掛的工作室 我們讓他們先進去 讓他們進去把這些這個時間都耗完之後 我們再進去 好,現在畫面上時間就是倒數一分鐘以內了 那我們直接瞬移到這個活動場地 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狀況 哇,你是不是看到一大堆的這個寶箱 對,沒錯,因為這時候幾乎不會有人在裡面 所以你這時候進去打寶箱是最多的 那你想要有幾個就有幾個 在這邊呢 呃,雖然說它沒有辦法通過 應該說一百個人其實已經滿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進入到下一關 但是你在這裡 可以打到很多很多的這個 呃,隱藏的王國寶箱 好,就是一般的箱子啦 那一般箱子它有機率開出這個所謂的 一般的這個娃娃抽卡 或者是一些消耗品 好,雖然說獎勵沒有很特別 但是至少比你原本 連進去都進不去 然後甚至什麼東西都沒有拿到的情況 這個方法我覺得好很多 至少你拿到的東西都是實實在在的 而且離開活動場地之後呢 你還可以去開牆 哇,那這個是不是就相對來說 完全你會覺得說 欸,這個才是真正的遊戲啊 這個才是活動啊 好,那以上這個方式呢 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希望如果你不想要當那個百分之一 以下的這個機率的這個 神捲之人呢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玩玩看 好,那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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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ff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